中文字幕志愿者 事發在新北市汐止區 七號早上 黃先生和太太下車買東西 不慎遺失背包 經過騎士沒有多問 直接撿走 發現裡面有一疊現金 把大份拿到郵局存 留了四千塊在車上 警方比對車牌 六小時後找到嚴信騎士 將他以侵占遺失誤送班 當時在旁邊而已 因為我老婆都在騎士 沒有聽到 等那個包包我放在 我駕駛用貨 放在背後 把我下車掉下 真的還很容易 可是其實現在 公司一撿到就是要揮 而且要是一大筆錢的話 我是覺得 了解 拿走背包的嚴信嫌犯 四十七歲 是地方貫切 有多起切到前科 這回撿到錢不還 反而純淨帳戶 成了侵占鐵證 3D新聞正祥人 陳昭文 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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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